大家都知道,在乱世之中,拳头才是硬道理 所以很多诸侯为了逐鹿中原,不断扩充军队 但在扩充军队的过程中,诸侯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士兵忠诚度问题 自己亲手招募的军队,那忠诚度自然没有问题 但战败投降的军队,就随时可能反水了 当年项羽就是因为不相信秦兵,却他们开销太大 所以才坑杀了二十万秦军 而曹操同样也碰到了这样一支军队,只忠于他本人,不忠未朝 他意思这支军队立刻四分五裂 那这支奇特的军队叫什么名字呢? 他们就是青州兵 青州兵最开始并不是跟曹操混的 他们早前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军 在灵地时期,白万黄金军同时起义 东汉朝廷为之震惊 但因为黄金军组织松散,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 所以很快便被朝廷给镇压下去了大部分 在幽、纪、金、阳、玉、燕、六州黄金军被相继镇压后 只剩下徐、清两州的黄金军还在苦苦支撑 汉先帝出平年先,徐州的部分黄金军也被淘陷镇压 徐州黄金军余部全部涌入了青州 当时青州成为黄金军的聚集地,聚众百万 除了随军家属 八字算命书,亚称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领土法事 道长微信 2088-2988 刘带死后,成功看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于是立刻向曹操敬言 让曹操收兵这批军队 对于这么庞大的军队,曹操也很动心 于是便听成功的 联合各方势力打算吞并黄金军 最开始曹操采用了强硬的手段 结果却是损兵折将 老朋友报信也被砍了脑袋 后来曹操改变了策略 与黄金军主将作而论道 三天三夜之后 白万黄金军归向曹操 而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 青州兵 曹操将青州兵改变成了自己的私属军队 是忠于他一人 与此同时 青州兵朝着父死子继 世代为兵的职业化方向发展 在曹操成战天下的过程中 青州兵战力彪悍 所相披靡 为曹卫立下了汉马功劳 曹操死后 青州兵认为再没有值得效忠的领袖 所以四分无裂 曹操虽然贵为一国之军 但却指挥不动他们 为了防止激起军变 曹操只能命人给他们无条件提供金钱和回家的路费 这才让大部分青州兵卸甲归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